자기야 안녕 오늘은 드디어 우리의 결혼식 날이네 아직도 믿기지가 않아 서로를 알아가며 이해하고 순간 순간을 즐기면서 많이 웃고 우리에게 주어진 이 모든 것들을 감사히 생각하며 지켜봐요 玄冰和孫一真 號稱炎脂天花板的婚礼 在31號完美落幕 慢慢感動又溫馨的氛圍 是讓孫仙整個忍不住落淚 不過典禮中仍有不少爆笑畫面產出 有還沒曬出一張丟捧花的現場照 可以看到孫一真 在丟捧花時被向觀眾露出 美背 不過疑似因為拋出捧花的臂力太強 讓站在一旁的玄冰整個露出 吃驚表情 上臉嚇到變形被網友笑說實在有夠 逗趣 此外昨天也有媒體在華克山莊前捕捉到 Running Man池西城 跟原組男團GOD隊長蒲俊炯的身影 把他們誤認成婚禮賓客 結果只是烏龍一場 他們還對著鏡頭尊心恭喜兩位結婚 成為意外插曲 而爭唱婚禮分成上下兩部 第一部孫一真穿著露肩唯美白沙登場 二部時則換上抹茶綠的投殺婚裙 頭上還帶著紫色浪漫花環緊緊勾著玄冰 儘管只是背影照但還是美到 讓網友忍不住直呼 好像迪士尼公主 選兵的太平洋間也好man 光看背影都能被幸福感染 真的為他們太開心了